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咸淡报社 垃圾我们生物中随处可见,同时每天也会生产出非常多的垃圾 但是好像并没有人关心过这些垃圾最后的趋向 是被填埋了还是被焚烧了 其实它们都涌入了大海,飘扬者汇聚到了一块了 在世界上众多国家垃圾处理能力都普遍不足 但是这些垃圾并不会像想象中的贫空消失 它们种的很大一部分都顺着洋流汇职到了太平洋 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岛屿 Pacific Garbage Island 重达350万吨,其面值相当于两个法国 你要知道,法国可是西欧最大的国家了 这个巨大的垃圾岛是生活在这里的生物,苦不堪言 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说过 它们发现至少267种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 或者被海洋垃圾铲住而备受折磨 与海龟等海洋动物吞食这些废弃物之后 会产生大量的毒素 最终经由海洋生物鸟类的身体进入人类的食物链中 最终导致我们自作自首 据了解,科学家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导致这座垃圾岛形成的原因 是因为那些被废弃的垃圾通过下水道进入海洋 而不断运动的洋流又使它们窒息在了一起 并且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Pacific Garbage Island 在这里整日冲气熏天 它的破坏性也逐渐向周围扩大 所以为了呼吁人们对环境的保护 美国的前副总统已经申请成为Pacific Garbage Island的公民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好好爱护环境的 因为对环境的破坏最终造成的结果 人类也是自取灭亡 对我们而言 保护环境可以从身边做起 上用塑料袋等 多使用可重复循环的材料 好吧 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压 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 新闻也需要请点 还不点关注 你还在等什么呢 感谢观看